从A50U被击落 再到中国装备霹雳时期超远距空空导弹 预警机被猎杀的影响才刚刚开始 正在进行的乌克兰战争 俄乌双方公布的任何战国 都是真真假假难以分辨 存在舆论战的可能 但是当我们看到乌克兰方面宣布 一天之内击落了一架A50U预警机 击伤了一架E22空中指挥机时 还是有点细思极恐 按照乌克兰国防部南方战区发言人 谢尔盖·布拉·楚克的话说 A50与E22都从亚洲海雷达上消失 额死一架苏30的飞行员 目睹了A50U起火和坠毁 E22被击中后迫降在机场上 公开的照片证实 其吹吹尾尾翼布满了大大小小的弹孔 显然该机遭到了防空导弹破片的杀伤 到目前为止 俄罗斯国航部对A50U和E22被击落机伤一事 保持沉默 这么大的新闻 俄罗斯自己都不出来必要 多半就是真的了 A50空中运警机于1985年投入使用 到1992年共生产了大约40架 目前俄罗斯空前军共有9架该型飞机在服役 其中包括经过现代化改装的A50U 一架A50预警机预计其制造成本约为3.3亿美元 该预警机机队在30多年的服役期间 没有发生过一起飞行事故 也没有出现过战斗损失 2023年2月 一架A50U空中运警机在白俄罗斯境内被无人机袭击而受到损坏 按照俄方式的方法 在A50U空中预警机的加持下 俄军至少让乌军损失了大量的战斗机 特别是A50U获得了A社避导能力之后 俄罗斯军队曾经声称几天之内就击落了20架乌克兰的战斗机 此后俄罗斯军队开始越来越多的使用A50U 来帮助其打击乌军的战斗机 提前预警乌军的巡航导弹 其表现可以说是越来越活跃 那么A50U被击落事件 为什么说是令人细思极恐呢 按照乌克兰过去的防空手段来说 那不经过周密的策划 要想击落A50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 如果这件事真的是乌军干的 那么唯一的合理解释 就是乌克兰采用了更大胆的战法 或者是俄罗斯在打了两年以后 还是低估了乌克兰 在没有夺取乌克兰领空制空权的情况下 就贸然的把自己的预警指挥机 潜出到距离乌克兰太近的地方 那么现在我们就来推测一下 这起事件可能的造势者 到底是乌克兰军队呢 还是俄罗斯军队干的 因为按一般的推测 这架A50U被击落 可能出于三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个原因 是可能被乌军部署在前线的远程防空导弹所击落的 第二可能是 刚刚配备给乌军的F-16战斗机干的 第三个可能呢 就是俄军的误伤 是由俄军地面防空导弹5G系统 比如说S-300或者是S-400打下来的 那么这几种可能性哪个更大一些呢 首先可以排除这架A50U 是被列装乌克兰军队的F-16战斗机 发射空空导弹击落的 因为F-16战斗机根本就不可能迅速地接近A50U 而且它要想击落A50U 必须双方靠近到100公里的范围内 那么这种情况可不可能发生呢 因为如果F-16要想靠近A50U 恐怕早就被A50U发现了 它可以采取逃出的策略 它也可以呼唤俄军的其他战斗机对F-16进行拦截 因此F-16取得战管的可能性比较小 如果这架A50U真的是被F-16打下来的 乌方早就开始大肆宣传了 那么剩下的可能就是两点 一个它是被乌军的地空导弹击落的 或者是被俄军的地空导弹物击的 如果认为此事是乌克兰军队所为 那么它就必须采用某些特殊的战术 那么他们就必须事先将爱国者防空武器系统 部署于亚述海方向 乌军不仅要将其前置部署 而且还必须长期保持雷达静默状态 然后使用乌克兰老旧的S-300防空雷达 来搜索A50U 等到A50U进入射程之后 爱国者上的火控雷达突然开机 并发射防空导弹 基于爱国者2的飞行速度大约为6马赫 从发射到击中A50U 大概只需要两分多钟 A50U虽然号称有600多公里的预警范围 但是该机所配备的预警雷达 是脉冲多普雷达 其下舍能力比较差 对无军发射的爱国者导弹的探测和预警能力不足 但是就算差 发现了来袭导弹 由于其机动性比较差 自卫干扰手段也比较有限 因此被击落就非常合理了 乌克兰线有三套爱国者导弹武器系统 如果他们专门流出一套用于机动伏击作战 就会带来过去难以想象的特殊战果 如果用部署在乌军控制区的 爱国者防空导弹武器系统 射击从亚述海方向飞来的预警机 特别是当双方刚好是相对飞行时 那么双方的接战距离可能会小于150公里 就射程而言是够用的 此外呢 其次呢 我们不要忘了 乌军可能仍然保留有少量的射程可达200公里左右的 S-200防空武器系统 尽管其技术比较落后 但是在西方帮助其进行技术改进之后呢 仍有可能用它来击落A-50 此外呢 还有人认为 俄罗斯的这架A-50U预警可能遇到了西方隐身战斗机的突袭 因为A-50U探测隐身战斗机的能力不足 如果在空中遭遇到了对手的隐身战斗机 它被猎杀也是有可能的 不过这种推测可能没有什么说服力 因为美军不可能直接下场 而乌军呢 也没有隐身战斗机 第四种可能性就是 此事是俄罗斯人自己干的 从那架被击伤的1R-22的破损程度看 它很有可能是被拥有两种不同破片杀伤方式的地空导弹命中的 而采用两种不同破片杀伤方式的地空导弹 从目前的装备情况看 只有俄罗斯的S-300和S-400 而目前的爱国者2采用的是连杆式破片杀伤方式 因此从1R-22的负伤情况看 又不像是爱国者2所为 因此最终 该机是被什么样的手段 什么样的导弹打下来的 目前还存疑 还需要进一步的分析和研究 但不管怎么讲A50U被击落 是战争史上第一次击落预警机 不管是谁所为 但是这件事已经成为了战争史上的一个重要节点 它虽然是人类战争史上的第一次 但不会是最后一次 因为中国已经发展出了 专门用于打击预警机的霹雳石机 也就是说 过去预警机躲在战场后方 是相对比较安全的 现在随着远程空对空导弹 以及远程的地对空导弹的发展 预警机要想保证自己的安全 恐怕会越来越难 尤其是像中国开发的霹雳石机 这种射程超过300公里以上的空空导弹 就是专门为那些大型空中目标准备的 在未来的战争上 那些大型的空中目标 包括预警机 加油机 战场监视飞机 轰炸机 在更远距离上被击落 将会成为大概率事件 可见 俄罗斯的A50被击落 所创造的防空作弹的奇迹 只是一次偶然 但是呢 它也开启了预警机被击落的时代 无论是美国的爱国的系列 还是俄罗斯的S300 S400 以及中国的红旗9地空导弹防御系统 或者是像霹雳石器这样的超远距空空导弹 都意味着预警机不再安全了 这恐怕是美国人不得不面对的 残酷现实和未来